接下來我們看的這個其實才是這種新制圖簡報裡面最重要的 因為我問一下有沒有可能剛好 你現在選的這個範本 耶穌就跟你的簡報一模一樣 這樣我也只能說你太神了 因為他每個範本自上耶穌都不同啊 你這麼會挑 剛好一模一樣又剛好跟你想的都一樣的 我只能說你們心有靈犀一點通而已啊 但是絕大多數都會不一樣啊 那怎麼辦 在PowerPoint裡面各位我相信一定知道一件事情 調整順序要怎麼調 按著它是不是上下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那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我要調整順序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去做 那第二個我今天簡報的頁數不夠了 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稱作投影片 在這邊呢你往上看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左上角這邊就有 就有這個 總共這裡有四種對不對 有四種 事實上嚴格講起來是五種 因為還有一台照相機 有沒有 還有一台照相機總共五種方法 那一般來講其實我們大部分會比較建議大家用所謂的不可見真 什麼叫不可見真 你把顛倒過來看 我們看其他這幾種的 其他這幾種就是在你的框框裡面 就在你的頁面上會有方框出現 或者是圓形啊 或這個所謂的中瓜號 那一般來說大部分我是比較不會喜歡用這幾種 可是呢偶爾還是可以用啊 比如說我增加一個給你看 如果你要用這種矩形的我按下去 好我就點一下 有沒有幫我增加一個 那我們把它拉出來外面看一下 在這裡 好你看 我先進到這邊來 請問有沒有外面一個方框 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 除非你有特別有需求 我要使用者去限制什麼 他看到的範圍 不然大部分我通常不會喜歡有這個框框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整體設計的 在一個框框在那邊不是更稠嗎 對不對 所以他預設子實際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不可見真 不可見真 那不可見真呢你可以看一下 他也是一樣類似的 我現在還是回到這邊來 點一下 好幫我們增加了一個 可是呢他增加之後 雖然你會看到一個框 但是這是編輯的時候所需要用到的框 真正預覽的時候不會出現 好比如說你看我來加一個 加一個人進來吧 剛剛我們用這個我們現在換這個吧 好早上起床還搞不清楚狀況對不對 用了他再來你也可以加一個文字 那文字的部分呢 除了就是你直接添加以外 這樣直接添加以外 其實呢他也有一些範本 我看下面範本還沒有跑出來 好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些樣式 這些你都可以設定 記得他的中文 預設他的字體不會是中文 一定要記得要改一下 不然的話你會奇怪 為什麼我就打不出中文字 剛剛我們稍微提過了 好我現在換好了之後呢 我就來這邊就可以打入中文喔 好假設我這樣子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你今天在這裡 我預覽一下 好你看上面 有方框嗎 沒有對不對 這樣知道什麼叫不可見真了吧 那利用這個方框也有個好處 什麼意思呢 你看我們在這邊 這個我先拿掉 你看如果路徑 你不滿意放在這裡 我可以點到這個方框 我就一起移動 你有沒有發現 我裡面的東西就一起動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好像我們 PowerPoint各位習慣的 投影片的概念嘛 那 你放東西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如果有些人 放在他的中間有沒有 還是放在外面 移動他的時候 他就認為你不是我家的 我不會把它刷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了 好 所以原則上 原則上 如果你要放在這個投影片裡面 因為我如果放這樣子 你應該知道 我在看這一頁的時候會怎麼樣 人會不會被切到 你看我往下走 有沒有人會被切到 對不對 所以那個框框就是以後你看到的範圍 因此呢 如果你的路徑 就我們講的路徑 裡面的這些物件 盡量都放在他的框框裡面 以後你要調整的時候 會相對比較容易 而且你滑過去 Focus蓋呢 你滑過去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那個物件的框框會跑出來 像老師現在這樣 滑過去 滑過去 有沒有 萬一你滑過去的時候 路徑沒有出來 請你 學 請你往後推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因為你靠太近的時候 它就超過那個範圍 它就不會顯示那個框框出來 所以你往後推一點點 往後推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這樣了解 這個是你們在選物件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的 點到空白的地方是我們整個 整個什麼 簡報的平移 如果你是點到物件 當然就是直接調整那個物件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就是 我的簡報路徑不夠 就是我們業術不夠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增加 那剛剛這個增加的是什麼 直接空白的 不過有些簡報 它在增加的時候 還會給你選什麼 還會給你選那個範本 比如說我看一下這一頁有沒有 有的會有 你看有沒有 我們這張Powlter應該也有這種 就是你增加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你母片是用哪一個母片 對不對 標題母片還是一般的母片 有點雷同的概念 所以不同範本 我們Focus Guy也是這樣 不同範本 它有的有做 有的沒有做 那第二個 在這邊 你先看一下這裡 這個框框 我們剛剛講這個路徑的框框 就是這個框框 請問我可以旋轉一下嗎 可不可以旋轉一下 可以齁 有的人就喜歡這樣 因為不一定要看你的需求 那你覺得簡報 如果到這裡有時候會怎麼樣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你看一下 好這是第一個 那我把過去 你有沒有發現還是會轉正 雖然你歪歪的 因為有時候你的視覺需求 應該說設計上我需要一點歪歪的 可是它還是會進到這邊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 有人天生反骨 我就是要歪歪的 比如說在這裡 我現在已經歪了 我先把它調回來 這個是我們原本的 這樣有沒有 有人就覺得 嗯 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想要這樣子就好 你不要再幫我轉正了 我就是待會進來 就是要這個角度 因為有人說它45度比較好看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把誰拍上用照相機 這樣了解嗎 照相機你就可以看到 按下 有沒有發現一個就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它就照你所看到的 你相機裡面有什麼內容 我進來就這樣 了不了解 其實這裡我們不只是用在這邊 因為它可以突破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們剛剛講過 PowerPoint是不是都是一頁一頁分開的 有些時候我看完第一頁 第二頁 比如說我先介紹 一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好介紹完這個流程之後 我可以往後退 我看就讓你看到整個 一二三四的流程 PowerPoint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 比如說你看 我現在看到這個 那我希望呢 待會呢 你看我們下面這裡 我希望待會有一個畫面 是先讓我能夠看到 一二三 這個畫面的 可是我不希望它變成一個什麼 就是還要加一個外框 不用不用 你就照相機把它照下去就好 我到這邊 下來一點 好 我現在是已經拍了 所以我們看這裡 把它預覽一下 今天我先介紹一個鋼藥 好進來 有沒有往前進就進到這裡來 這樣有了解 所以雖然我看起來好像有多個 步驟在裡面 可是我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我就再往前進 再跳到進去裡面就好了 好 這個是 各位呢 其實你以後真正在我們這個 Focus開的時候 會遇到的 會遇到的一些 使用上的 一開始就需要使用的一些技巧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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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